中国历史,分久必合,喝久必分,图片,危机百科。 一说起我们国家的历史,有一个习以为常的词汇叫上下五千年,足可以位列世界最古老的国家之一。 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国家的历史,恐怕一万个人会有一万种回答。 在国外,一帮老外就玩起了一句话概括一个国家的历史的游戏,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都有哪些神回复吧? 有些老外会冒充其他国家网友恶搞。 一,澳大利亚,英国在寒冷的岛屿上挣扎了几个世纪,后来终于发现了一块有太阳的广袤大陆,他们把罪犯扔到这儿,自己却跑了。 初五,欧洲历史上曾圣经把罪犯流放荒岛,像拿破仑就被流放过两次,澳洲成为英属以后,就一度被用来流放罪犯,后来就形成了一个国家,这就是澳大利亚的历史。 二,意大利,我们曾经举足轻重,现在我们在造靴子。 初五,意大利半岛上曾经有过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这种强盛的政权,巅峰时曾控制了西欧大部分地区,是外国人眼中足可与汉朝匹敌的国家,不过自从罗马灭亡以后,这里似乎再也没有出过一支能争善善的军队。 三,法国,几个世纪以来都在和各种人打仗,只投降了一次就永远被叫做松包之国了。 法国艾菲尔铁塔,突变来源,佩克斯佩。 诸,法国历史上一职,是欧洲大陆军事强国,除过拿破仑这样的人物,也跟英国进行过百年战争,跟普鲁士俄国进行过普法战争,但在二战中,号称拥有最强陆军的法国,仅仅坚持了一个月就投降了。 四,波兰,夹在石头,德国,汉印的俄国之间,没人知道该怎样办。 诸,波兰恐怕是二战中唯一一个同时被俄国和德国攻打过的国家,而德军闪及波兰也成为二战欧洲战场的开始。 五,匈牙利,作为外来户,在欧洲这个危险的地方待了一千年后,我们依然在这里。 诸,有种说法是,历史上为证欧亚大陆的匈奴被汉朝击败后,开始了漫长的西迁之路。 五,公元五世纪,匈奴人突然,出现在欧洲,建立了自己的国家,并最终演变成今天的匈牙利。 六,马达加斯加,我就直说吧,在电影出来之前,谁会知道我们这个国家。 七,日本,地球的变态大熟。 六,日本富士山,拖片来源,Pixipay。 八,韩国,做邻国巨人的千年脚垫。 九,阿根廷,如果不是马拉多纳和梅西,没人会知道我们。 十,美国,这块土地是你的,现在是我的了。 柱,可能指的是美国历史上的西径运动。 十一,德国,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者。 中国长城,拖片来源,Pixipay。 十二,中国,天下大势,分九必合,喝九必分。 柱,这是一位老外,引用三国演义开篇的一句话。 十三,英国,我们曾经统治世界,现在待在一座小岛上。 柱,十九世纪时,英国在世界各大洲军建立了殖民地,号称日不落帝国。